关于高速,千年交通支部就开始研究解决高速公路收费占取消的问题了。 沙古为什么没有作为试点,因为部里面领导很谨慎,只有上海、北京,它大型城市影响太大。 所以江苏啊,山东他们先行先驶,更主要的,全国我们和北京是按车型收费的,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。 其他城市算是称重的,难道拖鞋落脚工,这里面我们要从技术层面解决掉。 今年我们向交通支部提出来,上海一体化的还有收费山,没有一体化也就没有收费山了。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今年有所突破,所以这位代表,我们历称今年要有所突破。